三百多斤的胖猪娘扮成楚国公主缓缓走进大殿 楚王使劲憋着笑 前来提亲的秦王和重大沉乐的直拍大腿 胖公主一脸娇羞 尴尬到了极点 过了半天 众人终于止住了笑声 楚王问秦王是否真的愿意娶这个胖公主 本以为秦王会一口拒绝 不料秦王却是连连称赞 可此似得非比似得也 秦王口中的四得乃是 躲在屏风后边看热闹的真公主 也是笑得合不拢嘴 而秦王却继续一本正经的说 公主体魄健壮 一看就是内力充沛 必定能耐鸡宝寒暑 再看小手 粗壮有力 必定勤劳忘夫 再闻闻身上的味道 其实秦王早就看出胖公主 乃是楚娘假冒 楚王不禁有些尴尬 眼看无法收场 秦王却坚持求娶公主 既然她就是楚王的嫡妹米叔 本王别舞她就 看秦王真的要娶胖楚娘 真正的书公主急眼了 原来就在几天前 米叔和米月偷偷出宫玩耍 不料却被刺客盯上 就在刺客要当街行凶时 那好被乔装打扮的秦王所救 上演了一出英雄救美 米叔对她的好感油然而生 但双方并未表明自己的真正身份 让米叔没想到的是 她竟是来楚国 向自己提亲的秦王 米叔是楚国尊贵的嫡公主 更是太后的宝贝疙瘩 可太后众议的金龟婿 是赵王而并非秦王 所以她和大王商量 让胖楚娘假扮公主 希望秦王看到胖公主会知难而退 谁料秦王竟一眼识破 还将计就计答应了这门亲事 米叔怕错过这桩好姻缘 让米月帮自己送信给秦王 那日入宫相亲 所见嫡公主米叔 并非真米叔 两人互赠定情信物 不巧的是被殷公主发现 并且告诉了太后 太后知道后大发雷霆 把米月给我拖下去 长则二十 关起来 一气之下 就把米叔和米月分别囚禁了起来